第五盘的单打 我们也提到过 这比赛是三局两胜 赛程更加短一些 所以说在比赛来看 赵子豪是需要能够立刻 在这个状态上给打起来 在去年赵子豪在多场关键比赛中 也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但是他的比赛的经验 确实还是需要再累积 许正豪上来以后是三比一了 好球 赵子豪年轻速度快 另外他的反应也比较快 所以说在比赛中应该要根据他的特点 去进行一些战术和打法中的一些变化 许正豪在之前的双打 也是跟周宇来配对 战胜了上海队的尚昆和郑荣植 但如果说这场比赛双打 最后上海队赢的话 可能就没有这么艰难的一场战役了 的确每一个环节都很重要 揭发球呢 球是出界了 三比四 这种比赛呢 对赵子豪来说 绝对是增加经验 在成长中的一种重要的比赛 四比四 这个球呢是揭发球 球出界了 五比四 徐震昊呢 同样年轻 他呢同样是一位 很激情的选手 刚才在双打中呢 能够去感受到 力量方面应该比赵子豪稍微强一些 可惜 非常可惜 这个球呢 应该说已经看到对方的来球的落点 这个反手去推一盘呢 球是下网了 往前的小球 赵子豪呢 还是下网了 四比七 现在呢 赵子豪是差了两分 五比七 今天我们看到 尽管上海队是主场 但是同样 有很多八一的球迷 来到了现场 来观看比赛 打的相对被动一些 这两拍呢 完全是跟着徐震昊的节奏在走 目前是八比五 好球啊 这拍应该说防守很不错 六比八 这个球呢 在近往的调打 赵子豪的点是出来了 但是呢 手上的感觉啊 稍微欠缺一些 这个球呢 确实也应该这么打 但是要是能够打在台内的话呢 赵子豪就更棒了 六比九 好球啊 一分一分再追吧 七比九 九比七 好球 这两个球的衔接 应该说在整体的进攻的状态来看呢 赵子豪的表现很不错 这边呢 我们看到八一队啊 要叫暂停了 因为之前呢 徐震昊是领先比较多 但是现在呢 让赵子豪追到只差了一分了 八一队 王浩这边叫个暂停 是一队 孙略阳 或者是一队 那天什么 又是一队 都倒过了 但是呢 我们父亲 是一队 以后的丁度 我们看到丁度 这 leben 在那边 如何 我 觉得 是一队 你 这是一队 我 好球 这样的话赵子豪在这局 将比分是搬成了9比9平 真的是不错 在被搬平以后呢 徐正浩的揭发球也出现了重大失误 反手回球球出界 这样的话赵子豪是拿到局点10比9 第五盘比赛呢 我们给大家介绍过 是三局两胜 所以说呢赢下第一分 很重要 这个打好第一盘 打好第一局很重要 好球 非常漂亮 赵子豪是一个很有灵性的选手 他的反应节奏反应速度特别快 这样的话在第一局 赵子豪是11比9 拿下了关键的一分 这样的话看一看在第二局 赵子豪如果能够赢球的话 上海队将会拿下和8-1的关键一战 这样的话在联赛的盘名上 也会超过8-1成为第二名的球队 这边看台放眼望去 好像80%也是女球迷 确实呢 现在的平朝联赛 球迷的男女比例 已经是发生了一些 比较明显的变化 比较明显的变化 好 来看一看双方第五盘的第二局 好球 赵子豪通过自己的快速移动 和迅速的脚步 在进攻上确实是咄咄逼人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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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紫豪在第二局上来以后 2比0领先 确实是很长士气 两个队员都很年轻 一个是95年的 一个是97年的 都是代表了中国乒乓球的未来 赵紫豪更是还不到20岁 但是另外一名年轻的选手 97年的樊振东 已经是成为了国家队的主力 江北大师 3比2 这个球又同样是出现了一个类似的问题 点是出来了 机会是出来了 但是他的回球的力量 回球的角度 选择上还是欠缺了一些 3比3 这局对于徐晨昊来说很关键 所以说他是每球必争 两位年轻的选手 也是关系到这场比赛最终的胜利归属 这个球应该说打的速度很快 4比3 徐晨昊领先了 徐晨昊在反手环节来看 今天比赛的整体输入力还是比较高的 但是正手他的进攻质量不低 4比4 好球 这个机会是把握住了 赵紫豪是这一盘在对方落台以后 质量很低的情况之下 正手把球是杀死了 5比4 赵紫豪上来以后给人感觉 他的心态还是比较放松的 尽管这是一场非常关键的比赛 又是关键分 这点很不容易 可惜了 反手的回球球下网 他会去 徐振浩目前是领先一分 6比5 好球 徐振浩的正受回球球出界 这样的话双方是打成了6比6 每一分确实呢都非常的重要 乒乓球呢在咱们的身边的普及度 确实是很高 很多的朋友呢非常喜欢乒乓球 而且呢从今天的比赛的现场的上座情况来看 非常不错 基本上赛前也是了解到一票难球 但是这也是这个赛季 在虹口体育馆的最后一场主场比赛了 下一个主场呢会重新去到清浦 这个球呢发球质量很高 我们看到徐振浩应该是吃发球了 7比6赵子豪领先 嗯可惜 7比7平 嗯可惜了 这个球呢其实挑球的质量很一般 让徐振浩呢把这一分拿到了 徐振浩这样的话是8比7暂时领先一分 接发球上面呢赵子豪的回球又丢了 呃7比9 差两分 这跟第一局很像啊 啊非常可惜啊 这个球赵子豪应该是很好的机会 这个时候如果耐心点的话 再过度一盘不是一件坏事啊 赵子豪目前是7比10 对方拿到局点 操网重发 好球 挽回一个局点 8比10 这场比赛打的确实是精彩胶着 而且真的说是拼到了最后一个球啊 这盘赵子豪呢是终于能够把这球把握住 呃9比10 非常可惜了 这个球呢应该是正手连续攻击 最后呢求着打丢 在这局呃 徐晨浩呢是11比9 呃 最后一局 双方是打成了1比1 两个赢球的比分呢都是11比9 马上进入到第三局的抢7 也就是决胜局 今天比赛最终谁能够赢球 就看看这最后一局了 呃 除了第四盘的比赛 第四盘 许晨和樊振东没有打到抢7之外呢 其他的比赛 其他的四盘全部都打到抢7 呃应该是本年度2016年 平朝联赛中啊 战火最激烈的一场比赛了 现在团队也是各书记见啊 给到赵紫豪一些建议和鼓励 这个时候呢更多应该是让他放松心态 呃另外呢会把一些对方的一些弱点 呃跟这个小将赵紫豪来交流 好球啊 好球啊 上来以后的第一个球 第一分 拿得很不错 由于是抢7啊 每一分都很重要 学生号的反手回球球下网 2比0 现在呢是需要赵紫豪自己把那个情绪要给稳定住 呃自己的失误率要降到一个最低 呃非常重要 好球啊 这种球呢 学生号的回球落点 一旦不好 呃落点之后的这个落台的距离呢 一旦变糟糕 赵紫豪就必须要抓住 3比1了 嗯 这个球呢是面对对方的发球 呃回球球下网 这个时候呢 确实揭发球方面啊 对于赵紫豪来说 这个效率 这个状态也很重要 叫暂停了 这场比赵紫豪来说 这场比赛两名少帅呃曾经的昔日国家队队友也是在场边斗法 这是比赛中另外一个看点 来我已经说几遍了 你的闪光头还在闪一遍 一个是坐在最后台的啊 最后台有三个坐在一起 中间那边还有坐在那个呃 对面看台的 那个铁栏杆下面排的一个女生 来我点个银啊 谢谢 注意一下啊 现在是赵紫豪还领先一分 3比3 最终谁赢下比赛 都是相当不容易 而且从比赛本身来看呢 两支球队把他们的特点 团队的风格 个人的优势 个人的一些鲜明的比赛的状态 都发挥的淋漓尽致 往前放小球 球下网 这个时候呢 确实对于赵紫豪来说 一些小技术 小细节上 呃 不能够失误啊 3比4 许晨昊在抢期中第一次领先了 可惜 这个正手呢 没有能够把这球给压下来 3比5 5比3 那我们看到在边上周宇 呃 包括樊正东 都是在为队友加油啊 好球 这时候呢 是 最后一分 每一分都重要 呃 士气要上了 看一看揭发球 徐晨昊也是不断的 在给自己打气啊 比赛已经打了 从 第一盘第一局到现在 三个小时 非常遗憾 想要变一个直线 但是球呢 是出界了 4比6 这样的话 徐晨昊是拿到了 这场比赛的胜赛点 呃 最后呢 赵紫豪的回球出界 徐晨昊是7比4 拿到了 决胜局的胜利 这样的话 八一队是完成了 今天逆转 他们在0比2盘分落后的 情况之下 最终靠着双打 呃 以及是 樊振东 徐晨昊 两场单打 以3比2 战胜了上海队 呃 拿到了宝贵的胜利 这样的话 上海队 也是被八一队 在自己的主场 以3比2击败 非常的遗憾 但同时呢